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种心理决定就是 我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不会有人爱我的 他笑称因为自己对活人 比对死人更有兴趣 所以他从历史系 后来转念了心理系 成为相当知名的心理自伤师 但是他却也赫然发现 他与原生家庭有相当的疏离感 某些童年经验 成为他内心最阴暗的角落 要怎么样重建自我 重建跟家人的关系呢 今天遇见你 今天遇见钱玉芬老师 钱老师好 我要在这里先谢谢钱老师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家里面 常常上网上你的课 所以我还是要称称您一身老师 谢谢金姨 虽然您姓钱 但是其实我看您的资料 其实你是出生在一个 不太有钱的家庭 其实你后来很多读书 目标涉类的方向 都是为了要脱贫 对 那怎么会学到心理学呢 本来是上政大历史系 然后读了一学期 大概就知道说自己会读不太下去 后来心理想说 转跟人有关的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对整个知识体系 也没有那么的清楚 所以就很直觉的 选了这个法律系跟心理系 申请转系 后来就转上心理系 然后法律系没有上 其实在大学生活 一般人都还是享受在 可以跟别人出去走走逛逛 清谈一下 然后看看别的科系 别的资料 或是上上图书馆 看看电影院 可是你好像都还在打工 对 因为我得自己筹学费 对 所以如果没有打工的话 我是读不下去的 对 所以就是几乎都在打工 赚学费 然后晚上就是家教 白天上课嘛 晚上就家教 然后寒暑假就得有特别的赚法 摆过地摊 然后这个开过补习班 那补习班是家教班啊 对 但是是集体的 比如说这个国一啊 要这个上国一的这个孩子啊 闲修班 所以在自己租屋的地方 有开过那个闲修班 那你对心理学是开始产生兴趣了吗 其实没有 进了心理系 就是想说那就 就那个时候心理系的氛围 其实智商不会是最重要的 其实因为没有证兆嘛 对 所以不是定位心理智商 而是定位工商心理学 因为看起来最有前途 还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热门 对 所以我自己的定位是工商心理学 你在大学时代就认识洪老师 就是您现在的先生 他是我学弟 直属学弟 但是几乎是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转系生 所以呢要从头学起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 一年级 他一年级我二年级 但是很多课 甚至我自己跟二年级的学生 一起上课的时数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跟一年级在一起 别人帮我抽签 抽到他 我还背他的名字背很久 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他班上的女同学 就说怎么把我们班上 这么优质的男生给抢走了 太帅了 都没机会了 然后洪老师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吗 很善良的人 不是 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那个时候觉得他应该是很 以为啦 以为他很害羞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所以就是常常跟他一起读书嘛 后来就是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考 我还记得哪一天哦 跟他一起读书 后来一些重要的科目都考过了 之后 然后呢 他就有一天 他就跟我再准备最后一颗 好像是国父思想吧 但相对比较轻松嘛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们到外面走走好吗 我那时候就有不祥的预感 后来他就在那一天跟我告白 对 你们两个个性很不同 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刚好反差 那个时候我看起来很外向 然后他很内向 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但是他口才很好 潜力无穷 对 但是我看起来是外向的 我现在看起来比较是内向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刚好有点反差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被我的外向开朗 吸引 他以为他追一个小太阳 没想到我心里面有一朵乌云 他其实后来把你带回家去的时候 还有经过父母亲的认可什么的 对吧 又或者是说应该是 是我们交往后来就进入交往 交往到我考上研究所 他觉得比较安全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应该也有一些高成就的期待 然后觉得说我已经上了研究所了 应该可以让他爸爸妈妈跟我见面 对 所以我就正式的见了他的爸爸妈妈 结果就顺利过关了吗 顺利过关了 只有一个 我的公公那个时候跟我们吃饭 吃完饭之后他就跟洪老师说 你这个女朋友看起来很棒 很优 唯独那一口牙齿 牙齿是怎么了 我当时我的牙齿是 门牙是歪的 是有点像八字形 然后呢 两颗全齿是缺的 所以我的公公就说 你的女朋友什么都好 就是那一口牙 所以我公公就投资喔 就是帮我矫正牙齿 就是台湾第一批钢牙妹 那时候真的矫正技术才刚进入台湾 有一天他就带我去这个矫正牙齿 回城的时候 那我就坐摩托车嘛 就搂着他 然后就跟他讲很多这个未来的计划 以后我们出国怎样 或者我们以后结婚怎样怎样 就讲了很多 结果他那一路啊 都不吭声 然后所以他就带我到研究生宿舍的门口 我就下次我跟他说 你今天很奇怪耶 为什么我跟你讲话 你都不吭声 都不搭枪 然后他就默默地回了我一句话 他说我不敢想像跟你结婚之后的日子 对 然后我也很震撼啊 对 但是我就 我只能使出我最常用的那一招 不敢想像 那就不要想像啊 我们就这个 就拉倒嘛 分手嘛 我其实是把分手挂在口里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上楼去了 我的研究生宿舍在三楼 对 然后呢我就上楼去了 然后就开始哭 一泪洗面三天 然后这三天呢 事实上 过去在跟洪老师 闹分手的时候 我常讲说 我交往的对象只有一个 就是洪老师 对 但是呢 我有无数分手的经验 因为分手就是 可以做不同的招数 对 然后就是相处不下去的时候 就谈分手 就跟他说要分手 你是真的想分手 还是你只是想讲分手 但最终还是想要把它弄回来 其实应该是说 我认定 你有一天一定会受不了我 你本来就不会喜欢我 那这个跟脚本是有关的 所以你不是很自信说 反正你会回来找我 是你真的觉得 他不会要你 对 我会 你不是很开朗很正面 很乐观的一个人吗 对啊 所以心中有一朵小乌云 所以那就要回溯到童年时期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认定 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我 有一天你会 你发现真相之后 你也会离开我的 对 所以呢 当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说 那我们分手吧 对 每次都是他不忍心 他就又会回来找我 所以我那一次是最严重的 我觉得真的是心碎 但是其实那一次我深切的反省到 我觉得好像都是他在为我付出 我为他付出什么嘛 我几乎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他在担心什么 然后他喜欢吃什么 他常常送我宵夜 对 但是我从来 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去 了解他的各种爱好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 天哪 我怎么 我怎么是一个这么自我中心的女朋友 难怪他不敢想像跟我结婚之后会怎样 如果我继续这样的状态下去的话 那会不会 未来的婚姻生活 要继续当努力 我继续当 从公主就变皇后 你后来有告诉他你的自我觉察 没有 对 但是默默的决定 其实不能这样 你有改变吗 那个改变是渐渐的 我觉得这种自我察觉 自我心察 其实到现在都还一直在做 而且现在在神学院里面 当然老师也一直在教别人 就是一定要先自我察觉 而不是先指向环境 觉得好像是别人的不对 好像都是环境造成的 那我呢 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到底在感受什么 我要这样感受吗 我这样感受是合理的吗 对 那别人应该承受这些吗 我觉得就有很多的反思 其实 虽然我想到你说过的一句话 我是好学生 好像是说情绪的各种反应 其实它最深的内在背后 都只是在阐述一个重点就是 我其实很需要爱 是 是 对 应该是我们如果来看 从立体的角度来看情绪 对 外围 外围我们可能张牙舞爪 又或者是说我们在行为上面 可能是完美主义 可能是各种表现 对 但是追到最核心 其实是孤单跟要爱 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孤单跟悲伤的状态 如果是我们的负面情绪的话 那孤单跟悲伤 那悲伤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人认识我 没有人了解我 没有人爱我 对 所以那是我们最核心的 情绪核心 但是我们通常也不 不愿意也不敢表达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外围的 那外围的正面就是 我去争取很多好成绩 好表现 然后以至于让别人可以看到我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但是负面的行为 可能就会用勒索的方式 这个乞讨的方式 这个各种要你注意我 或者说我就生气 我就焦虑 对 就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绪的样貌 所以最核心的其实还是要爱 我就开始哭 哭到不能自已 为什么我会哭呢 我现在 站在现在这么的美好 我是正大的传播学院的这个博士候选人 正大心理系的专任讲师 我有三个孩子都健康活泼 我的老公那么帅那么爱我 对 我站在现在展望未来 前途一片美好 我怎么会哭呢 如果上网查钱玉芬老师 你会看到有四个字跟他连结 叫做童年经验 钱老师自己的童年经验 其实是你很后面很后面 你才发现这个的 在那个独新会是什么一个组织 独新会是我在正大的教职员的团契以外 在延伸出来的一个小组织 就是对着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教职员 然后跟他们说来来来 我们来读一读我们的心 对 然后就召聚了 召聚了一个等于是正大延光团契的一个外围组织 然后在那边做福音御工的工作 那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了解自己 全盛时期有二十几个人 比延光团契 比团契的人还多 对 然后就是在这个独新会里面 刚开始训练同理心 训练完之后 有一次我们就谈一个主题 就是18岁以前你家里有哪些人 然后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 然后要写那个关系品质 形容词不是写称谓 那我写得出来我们家的家庭成员 但是我跟他们的关系 除了四姐 哥哥写得出来之外 前面有大姐 二姐 三姐 还有爸爸妈妈 都写不出来 空白 对 那我就想说 空白就空白就留着吧 到时候待会大家谈完 我再随便掰几句就好了 我是专家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不宜有他 我就空 那几个空格就空白着 然后那一次独新会很特别 每讲一个 每一个都掉泪 重则也面痛哭 然后这个轻则眼光泛红 讲不下去 这个景象让我太惊讶了 怎么会大家看 大家讲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的家庭成员的时候 怎么表现 而且有同理心的前面的训练 怎么大家都反应是这样 后来等到我分享的时候 我就承认说 我瓜糊里面 绝大多数是空白的 我承认空白两个字的时候 换我哭了 而且那一次是我 哭得最伤心的一个 这个专家哭得最伤心 哇 这一种 那你说想到什么吗 没有想到什么 我只承认空白 然后心中涌出来的那一股酸楚 委屈 很酸很酸 很委屈很委屈 那种酸楚跟委屈 就涌现在心里面 哇 我就开始哭 哭到不能质疑 哭到别人都在帮我低位甚至 对 然后这个哭泣就让我心中 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我会哭呢 我站在现在这么的美好 我是正大的传播学院的这个博士候选人 正大心理系的专任讲师 我有三个孩子都健康活泼 我的老公那么帅 那么爱我 对 我站在现在展望未来 前途一片美好 我怎么会哭呢 这眼泪代表什么意思 对 我觉得它启动了我另外一个 很深的好奇 所以我就从 那时候是1995年吧 我就从那个时候展开了一个 比较学术性的有系统的探索 把所有的资商理论的书 全部压箱底的资商理论的书 全部都翻出来看 其实就是在整理一些基础知识的时候 哇 这个从精神分析学派 各个不同学派 那时候资商的书打开 这下子全看懂了 以前在修课的时候 我都是打科睡 因为晚上要打工嘛 对 所以其实常常 课堂上都是睡着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全 应该在全台湾 是最好的资商的老师了 结果我只记得他两个字 Well You know 其他忘记了 对 对 资商在学什么 我其实是忘记了 不入心啦 对 考完试就忘了 我很入心耶 我很好奇耶 对 那个算处里面是 比如说委屈 委屈什么呢 是孤单吗 是你有被遗弃吗 如果回到当下 那种委屈是 他们不是我亲爱的家人嘛 对啊 应该很亲爱 但是我怎么 讲不出我跟他们的关系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就是我对我亲爱的 应该亲爱的家人却毫无关系 写不出关系 哇 这个很很酸楚 后来我当然现在可以用 资商的专业语言来描写 这就是一种发现疏离感 但是人发现疏离感是不甘愿的 因为他应该要很亲近才对啊 他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耶 他是我的大姐二姐三姐耶 对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但是我写不出来啊 这些应该关系很亲近的家人 怎么会是这样呢 承认出来的时候都很酸楚 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个女士 读心会的成员 后来她也成为姐妹了 她是分享到 她小时候常常有 找不到妈妈的经验 而且这种经验到她成长之后 在梦里面也常常梦见 她找不到妈妈 所以她在当下 当场我们那个读心会 1995年那时候读心会 她承认到这一点的时候 哇 她眼面痛哭 眼面痛哭的就是她 她眼面痛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她就说 我就常常梦见我找不到妈妈 我小时候常常找不到妈妈 所以你小时候也是比较没有人顾吗 我们家是住在那个消防队的后面 那结果这个消防队 对 这个出动的时候 就是哪里有火灾出去救火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 的那个声音 而且一定是很多量一起出动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 我就觉得好危险 好恐怖 那家里又没有其他人 所以其实那是一种恐怖的经验 对 还有下雨天 我也觉得完蛋了 下雨了 家人回不来了 我得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被遗弃了 就是我再也不会有家人回来了 要靠自己 孩子的时间感是很慢的 对 甚至有些时候 在害怕的时候是禁止的 对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得自己生活 还有小时候家里没有钱 所以家里不会有玩具 又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 得自己找乐子 对 所以蹲在墙角玩蚂蚁 然后或者是看到隔壁的火鸡 在那边哭哭哭 我就学他叫 没想到那火鸡就群情激愤的 跑到我们家院子里面来 开始啄我 他们是集体行为 你只能蹲下来 然后手抱着头 然后我记得后来这些 在我流泪的时候 这些画面是没有出来的 是我后来在教学 一点一滴把这些回忆找回来的 这好像是你翻书翻到前面 看到了 然后所以造成我现在有一些东西 但是我现在这些东西 我要怎么去处理它 我觉得在重新看见的时候 一定是很酸楚很痛苦的 对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重新整理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抱头 鼠窜也没有用 因为我那么小 每一只火鸡站起来都比我高 因为我蹲着 然后他每一只火鸡都比我高 所以他就这样捉我 然后我就 我记得依稀记得 我就抱头 然后蹲在那里 然后心里 嘴里面一定喊妈妈 妈妈 那妈妈有没有出现 妈妈会出现啊 等火鸡泄愤完回去 继续吃他的骨子的时候 我站起来 心里面一定有一个默默的心理决定 那种心理决定就是 我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不会有人爱我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下了一个内在的决定 那种内在的决定 内在医治说这个叫做早年事 这叫心理誓言 对 那但是心理学有理论 沟通分析的学者他就讲到 这是early decision 早年的决定 这种早年的决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你说早年决定 他可能会被你忘记 可是在未来 他会变成一种模式是吗 对 对 那个早年决定 就是说你决定什么 那个已经忘记了 但是那一股带着情感 力量的那个决定 是什么 是会留着的 是会留着的 那他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 不过接下来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当我们在发现童年经验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让他禁锢我们 或是说 发现了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所有的行为模式 都可以找一个推诿的对象 而是我们要打破智乎 我们要继续成长 有的人愿意承认 我小时候就是怎么怎么怎么 对 愿意承认其实是第一步 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愿意承认而已 对 然后就以为找到原因了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找到原因 你可能一直是怪罪这个原因 对 你并没有进入更深的一个探索 对 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群体 或信任的人说 你不要小看说这件事 我看过一个数据 调查数据 就是说如果那个对象是信任的 不一定要自商师 对象是信任的 他会保密 他会温暖接纳 你只要对他说 事实上可能就好一半了 但是只有好一半 另外呢 另外还要进入对话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的爸爸 我后来是在我爸爸过世之后 我有一次在思念父亲的经验里面 我写一封信给我的爸爸 写每一句都哭五分钟以上 哭到眼睛肿肿肿的 但是呢 这个心里面就很释放 然后呢 我知道说不能我自己发泄完就好了 我要替我爸爸写一封信给自己 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书信的往返 不是 你这个信写完也不能直接寄出去 因为对方没有准备好 对 那你也不用期望 是对方写一封信给你 是你自己进入到他的内心 替他写一封信给自己 对 所以我就替我爸爸写一封信给自己 因为我第一个就是说 爸爸我好爱你 哇哭很久 等到我替我爸爸写一封信给我的时候 孩子我也爱你 你是我的骄傲 我就想到我爸爸说我考上这个 南部的这个第一女中 就是高雄女中 她胖胖的身躯 骑着破破的脚踏车 直到放榜的那个时刻 对 她骑脚踏车从外面回来 我看她满面春风 然后就跟我说 哇 用台语讲 哇 哇 我的男朋友靠到山阁路 我由她历口 骑车回来 整路都有风 整路都有风 所以我爸爸不会跟我说 孩子我与你为荣 你就是我的骄傲 这是我爸爸不会的语言 但是我爸爸会说 他整路都有风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还原 还原我父亲的语言 还原我父亲能够说的话 然后写一封信给自己 我后来就发现 爸爸尽了很大的努力 希望他每一个孩子都活得下去 我们那时候就要活下去 都活得下去 那尽力了 其实人跟人之间有很多冲突 我觉得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内在 很多话没有按照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可能只是丢情绪或是不说 其实要进入一个全人整合 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我们下一集还要再遇见千玉芬老师 对 所以这个人生脚本 或者是说自我形象 基本上已经形成的 过去从童年经验到现在 已经形成的几乎都是扭曲的 我就成为一个有成绩洁癖的人 等到我当妈妈之后 我就成为一个有成绩洁癖的妈 所以我的孩子成绩 只要考不好 我心情我比孩子还低落 我心情就会很低落 即便是一个小考 我要等到他下次考好 我的心才会松掉 然后才会觉得 我又快乐得起来 我又快乐得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